这起惊险救援场面就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一辆连接车疑似是重心不稳侧翻 车头冲出路面直接挂在高架天桥上 驾驶还受困在车内 消防人员是紧急的出动了云梯车 站在升降台上小心翼翼的将司机救出 司机的动作缓慢一步一步来 就怕是不小心用力过猛会让车头直接下坠 救援当下消防人员还必须先固定 后方多达18轮的车体处就怕失去平衡 等到终于平安回到了路面上 这名驾驶他还用手比了比天空 示意感谢上帝 也还好这起意外是有惊无险的落幕